台股成外资提款机 散户只能漏跑了吗 要走的 不用走的 麻烦你 要坚持下去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级人士 我是婉伦 节目首先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 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 轮源头顾的志伟老师 婉伦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今天大盘相当的不好 盘中跌了318点 相对的 周董在这边有一件事情 要提醒大家 婉伦 外资最近有没有跑得很凶 对啊 而且他们应该是说 已经终止连发买 现在直接把台股成提款机 那到底怎么办 不管是台股的汇率 或者是外资的卖超 你可以发现 这一次外资跑得很明显 可重点 我们有讲过 该留的 你还是要坚持 那该跑的呢 照跟他背了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该留的 大家记得 现在行情呢 只是因为裴洛西呢 今天来台湾 所以呢 短线呢 跌300多点震荡 因为我们知道啊 中国的反应呢 还是会有点激烈 可是呢 有国安请你放心 国安到什么时候 11月26号 那11月26号之前相对的 好股票要坚持哦 那重点 坏股票一张都不能留 什么叫做坏股票 我们讲过 我说呢 大盘啊 现在在关键价 对不对 其实在这边呢 就会 近未分明 好股票呢 它不会跌 可是坏股票呢 它会继续往下破底 那坏股票呢 就是我们常讲的 反向的趋势 你了解吗 这个反向的趋势呢 你有没有看到 它有个要因 叫做产业衰退 可是呢 现在呢 还要再加一样 不单单是关键价 外资有一堆的 换论 外资呢 高持股啦 如果你今天是外资的话 对不对 你高持股 你又想要从台股绕跑的话 会不会加减败 是 会加减败 对不对 所以高持股呢 就像联酉 外资呢 拥有高持股 了解吗 高达呢 46 47左右 那相对的 这么高的持股 你知道整家公司 是几乎都外资的 46 47 那相对的 联酉呢 是驱动IC的巨拨 可是呢 我们知道现在消费性电子 因为俄乌战争 因为呢 中国之前封城的关系 现在呢 大家呢 是不是不太买消费性电子 对 所以你看到 它已经跌了61% 今天大盘下跌 它还是继续跌 而且外资还在卖 而且外资很多 46到47的持股 所以现在再加一个因素 外资有的 你千万不要 外资有的 你千万不要 了解吗 所以联酉 你是不是避开了 这要跟他跌了 对不对 好 还有一档信心 白板之前说 可以畅旺到2023 甚至到2025 现在怎么会趋势 这个直接往下 那要怎么看 我们知道呢 现在半导地呢 有杂音 对 什么叫杂音 就是中低阶的 像那个 连电 是不是做呢 28奈米左右的 对 那相对的 这里呢 受到中国崛起的竞争 有听说中兴 对不对 有 这个竞争呢 相对的 一些中低阶的半导体 晶圆代工呢 已经呢 开始报价往下滑了 那中高阶的 比如说呢 像台积电 对不对 还努力的 把它的盈与率 甚至利润 往上提升 所以在这边呢 相对的 AVF载版呢 我们不是说它不好 可是重点来了 再好的股票呢 我讲过 外资呢 如果持股高的话 你还是要卖 外资呢 持有3037的信息 也是高达46% 你有没有 整家公司都是外资的 那外资呢 现在要绕跑 一定会卖嘛 所以呢 外资有的 我们刚才讲过 你千万不要有 外资有的 你千万不要有 这样是不是就避开了 相对的 那外资没有的呢 产业又在成长了呢 我们叫它正向力量 正向力量 因为呢 过去 它不成长 是因为这个产业 每一家公司 每一个产业都不太一样 对啊 有些产业已经落底了 有些已经从高档 要往下走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连勇 很明显的从高档往下走 对不对 然后呢 新兴是因为外资的筹码太多 外资在卖 可是重点 外资没有 可是呢 现在产业要大成长了 而且站上关键价 而且外资没有 有没有看到 外资没有 重点是外资没有 外资没有 万论 你一起陪我录的 有没有 保一 上礼拜 有没有告诉大家 保一 有没有 外资没有 产业成长 航太领主间 还有 重期 这个野山市 小卫星 外资没有 产业成长 每个月成长的比率 都比去年的同期高达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这个月百分之一百 关键 如果我们在8月1号到8月10号又发现它7月有百分之百 下个月又发现百分之百 能不能预料它整年百分之百 了解吗 所以拿出证据 大成长 果然一路狂赚 了解吗 而且告诉大家以后你还可以赚这一段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赚这一段 有没有 最好赚的最快的这一段 那相对的还有 2421的见准 过去很牛皮 可是现在不一样 而且外资没有 外资持股百分之17 17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 那相对的 我们看到的业绩大成长 就可以好好的把它坚持住 所以不管保育 不管重期 不管健准 都要坚持到11月26号之前 好 谢谢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老师的LINE A跟Teregram 台经日人是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